第三题,如右图,A到珠是一系列实验步骤,A是以为负有绝缘底座,原本电中性金属球,B是带阵电的物体,下列何者正确? A,A金属球正负电和分离的现象是摩擦后的结果,这里的B带一个阵电靠过来,那么近端升了负,远端升了正,这个现象叫做静电感应,并不是摩擦起电,所以选项A是错的。 选项B,A,C金属球上正负电分开的现象,称为电流的磁效应,这里完全都没有磁场的结果,这不叫做电流磁效应,这个整个过程是所谓的感应起电,所以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小B阶段是A金属球上的正电荷移到C金属球的结果,我们这里会带的是负,这里会带的是正,是因为我们的负电荷被吸引过来,所以是我们的负电移动的结果, 也就是我们选项珠所说的,金属球上正负电分开的现象是电子移动的结果,所以呢,我们的正电荷通常都是不会动的,所以选项C说,是正电荷移到C金属球的现象是错的,而选项珠呢,是对的,那么是因为电子的移动,而使有所谓的正负电荷分开的现象,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,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A金属球上正负电荷分开的现象是电子移动的结果,